欢迎收看最新的2023版中国毒蛇毒性排行榜 我将会给出中国有毒液研究的39种毒蛇排名 排名的标准是基于对小鼠的LD50皮下注射 LD50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杀死一半实验小鼠所需要的剂量 这个剂量越小就代表毒性越强 为了方便大家观赏 我又把它换算成1毫克毒液可以杀死的小鼠数量 另外我要强调一点 这个排行榜是毒性排行榜 不用在这刷什么排毒量啊 不谈剂量就是耍流氓啊之类的 大家要明白一点啊 毒性就是毒性 毒性加排毒量等于杀伤力 毒性是一个单独的指标 不关排毒量的事儿 这个排行榜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啊 还请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好我们马上开始 第39名北方警察手 也叫海乐警察手 曾经是洪波警察手的北方亚总 于2021年独立成总 由于国内没有关于北方警察手的毒性测试 我们只能参考早期的洪波警察手研究 文献中一共测得过三个LD50 分别为静脉6.5 1.29 以及0.125 可见洪波警察手存在较大的毒性波动 并且其毒液中还有强下的灵血毒素 这意味着它的皮下静脉差异会很大 因此只能排在中国毒蛇绑带中的最后一名 预计1毫克毒液可以杀死的小鼠数量为 两只 第三十八名 蒙山猿猫头父 也叫蒙山闹地走 是国内被吹得最凶的毒蛇之一 你可以缺带的体型 也可以缺带的排毒量 但真的不要去毒性 在2011年 湖南理工学院学报首次报道了 蒙山猿猫头父的LD50 为腹腔4.3 2023年的毒素期刊中 报道了新的LD50为腹腔1.23 表明蒙山猿猫头父也存在一定的毒性波动 不过总体来看它还是只能排在倒数第二的位置 预计1毫克毒液可以杀死的小鼠数量为 两只 第三十七名 尖林猿猫头父 也叫猿猫头父 是分布最为广泛的一种猿猫头父 有着相当多的毒液研究 LD50为腹腔0.76-3.82 皮下8.6-10.35 虽然有很高的名气 但毒性表现相当一般 整体水平只比蒙山猿猫头父强一点点 预计1毫克毒液可以杀死的小鼠数量为 两只 第三十六名 虎斑井潮舌 也叫虎斑游舌 是国内分布范围最广的毒舌 由于中国的虎斑井潮舌 没有做过达世线的毒性研究 只能参考日本虎斑的LD50 分别为皮下9.2 肌肉7.4 静脉0.265 那中国虎斑跟日本虎斑 会不会有较大的毒性差异呢 在2017年的现象中 对比了中国虎斑和日本虎斑的毒液 结果显示两者的毒液组成 差球不毒 灵血能力也没有太大差异 因此中国虎斑毒性应当与日本虎斑十分接近 预计一毫克毒液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两只 第三十五名 坚吻腹 也叫五步舍 你不用来跟我强调它的排毒量高或者怎么样 五步舍的毒性测试 可以说是国内奎科毒液中最多的 大量实验证明 它对小鼠的LD50 在腹腔3-4 皮下7.18-10 的水平 真的只有这个水平 要学会接受现实好吧 预计一毫克毒液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两只 第三十四名 菜花圆猫头腹 是一种研究非常少的圆猫头腹 LD50为腹腔1.91 考虑到圆猫头腹数的皮下静脉有较大差异 菜花圆猫头腹的皮下也就比五步舍略强一点 两只是处在同一水平线的 预计一毫克毒液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两只 第三十三名 香橙圆猫头腹 这种蛇是在2023年才开始有独意研究的 LD50为腹腔1.79 比菜花圆猫头腹略强一点 预计一毫克毒液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三只 第三十二名 中介腹 也就是原来的黑美腹 LD50为腹腔2.064 考虑到腹蛇通常存在神经毒性 在皮下静脉差异上没有那么大 所以排在了几种圆猫头腹的前面 预计一毫克毒液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三只 第三十一名 高原腹 LD50为腹腔1.75 同样是亚洲附属成员 因此它可以和中介腹直接对比 显然高原腹要更强一点 预计一毫克毒液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三只 第三十名 急北魁 是我个存在感最低的毒蛇之一 虽说是一种剧毒蛇 却很少有人提及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是不是平常把中国的剧毒蛇讲了个遍都没讲到几百魁 存在感实在是太低了 它的LD50为静脉0.56 皮下6.45 这个皮下静脉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预计一毫克毒液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三只 第二十九名 角原毛头腹 同样是2023年才做的毒液研究 测得其LD50为腹腔0.6 是原毛头腹鼠中已知毒性最强的种类 不过并没有跟其他蛇拉开明显差距 而且不知道皮下静脉差异会不会有很大 因此保守地放在这个位置 预计一毫克毒液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无知 第二十八名 福建主阅青也叫青竹师 是我国最常见的一种主阅青 虽经常被人诟病致死率太低 但其实福建主阅青的毒性在奎克毒这里算比较强的 它的LD50为皮下3.3 毒性比第三十名的吉北魁整整强了一倍 预计一毫克毒液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七只 第二十七名 白春主阅青是国内第二常见的主阅青 有着比福建主阅青更强的毒性 咬人更容易导致消耗性灵血病 不过这种蛇存在种类毒液变异 毒性会随地理环境发生变化 LD50为静脉0.5-1.0 考虑到皮下静脉差异 其实也没比福建主阅青强出太多 预计一毫克毒液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八只 第二十六名 海葵也叫灰海蛇 是负责不扣的海中肥仔 目前文献中一共报道过三个毒性测试 一个是1968年巴尔密报道的LD100 静脉0.35 一个是1974年TU报道的LD50 静脉4.5 一个是2009年 Yumiko报道的LD50 静脉0.41 可见海葵的毒性存在很大的地理变异 这应该是海蛇里毒性变化最大的种类了 预计一毫克毒液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九只 第二十五名 蛇倒腹 老实说我一直想不出为何蛇倒腹能有这么强的毒性 因为它的毒液是以血熏毒为主的 神经毒占比非常低 在一项小肌颈二腹肌神经肌肉介头主二实验中 蛇倒腹完全没有主二效果 表明其缺乏神经毒性 但LD50却有静脉0.02-0.81 腹腔0.73-0.94 皮下2.5 比前面的其他腹蛇强出很多 实在是匪夷所思 预计一毫克毒液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十只 第二十四名 金环蛇也叫金包铁金脚带 是体型最大的环蛇 但毒性却是环蛇属中最弱的 它的LD50只有皮下2.4 而银环蛇比它强十几二十倍 我们从毒液组成来看 在金环蛇毒液中缺乏祖传的β环蛇毒含量非常低 这是它毒性较弱的根本原因 不过这也是环境适应的结果 它舍弃了毒性强大的β环蛇毒 从而获取其他毒素必定有它的道理 预计一毫克毒液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十只 第二十三名 短尾腹也叫土球子 是国内分布范围第二广泛的毒手 也是最常见的商人毒手 由于短尾腹的致死率不是很高 便有人认为它毒性很弱 但其实它可一点都不弱 LD50为静脉0.88到1.3 腹腔0.4到0.62 皮下2.0 实际上短尾腹致死率不高的根本原因 还是它排毒量太低了 我们随便看一组腹蛇的排毒量测试 也就比紫月轻多一点而已 所以短尾腹毒性根本不弱 预计一毫克毒液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十二只 第二十二名 乌苏里腹也叫白眉腹 是东北的主要商人毒手 在前面提到的小鸡锦二腹肌实验中 乌苏里腹和短尾腹使用相同企量的情况下 传递足的时间明显更快 这表明乌苏里腹有比短尾腹更强的神经毒性 它的LD50为静脉0.63 腹腔0.7 是要比短尾腹略强一点 不过在1989年发表的东北陆生毒蛇咬伤案例中 一个神经毒症状的都没有 我也专门问过一个东北急诊科医生 在他急诊的乌苏里腹咬伤案例中 极少会出现神经毒症状 表明乌苏里腹的神经毒在人生上效果并不明显 似乎被克制了 至于原因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预计毫克毒液可以杀死了小鼠数量为 十三只 好的以上就是中国毒蛇毒性排行码的第二十二到三十九名 下一期我们接着讲前二十一名